在這間店鋪裏面是一間傳統的店鋪 主要的目的就是希望幫到其他人 而在過程裏面我們考慮 每個顧客裏面的需要其實他們都有不同 其實火水爐和火水燈這個例子 其實都是一個淘汰的產品 我記得有個顧客他們問過很多地方 都找不到這個火水爐的配件 他特意由新界來這裡 因為他知道我們有保持舊的貨品 他來到的時候我們給到火水爐的配件 他開心得他說 我可以繼續保持著用這個火水爐 因為有些人其實他們還是很習慣 用一些他平時已經習以為常用的貨品 我們不單止是買這個情況 我們經常會是好像朋友那樣談談 最主要當我們談談的時候 我們就會知道更多他們的需要 和他們想獲得什麼產品 最大的挑戰是品質 因為網購和其他的機構 都以一個很快速的方式 比較簡單的方式去買到一些貨品 但我們有個好處就是 我們不單止會買一些實質的貨品 看到質素在哪裡 而且我還可以告訴你 如果他不懂得怎樣使用的時候 我要教他怎樣使用這個貨品 賺的錢是很少的 但幫助人的時間裡的快樂是最大的 我們會找到一個人的貨品 還會找到一個人的貨品 我們會找到一個人的貨品 我會找到一個人的貨品 謝謝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